民進黨當局執政以後 拒不承認兩岸通俗一個中國 破壞了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 導致兩岸連續機制 溝通機制停擺 台灣地區參加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已不負存在 台灣兩岸協商也無法進行 我們現在有世界健康醫院的疫苗 我們有世界健康醫院的治療 祝你們大家享受 謝謝朋友們 民进党当局执政以后 拒不承认两岸通俗一个人 2009年到2016年